这节课我们来做一个头部跟随的动画 就是让这个小蝴蝶的头跟着这个蝴蝶动 它会用到一个blender的物体约束功能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它的原理是怎么样的 好,我们打开blender 然后我们把这个立方体删掉 我们新建一个猴头 好,我们选择这个猴头Ctrl-R给加一个表面细分 好,接下来我们Shift-A新建一个空物体 我们把这个空物体给裸出来 然后怎么让这个猴头一直朝着咱们这个空物体看呢 就是这个空物体走到哪 这个猴头就看到哪 这个时候就引入一个新的概念 叫物体约束 好,我们点击这个猴头 给它添加一个物体约束 物体约束就是这个按钮 你看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约束 这以后我们有具体的案例 我们碰到再讲 我们这里只用到标准跟随 选中标准跟随之后 你需要给它一个目标 你直接用吸管吸一下这个目标就好了 你发现这个猴头马上就变位置了 但是它不是用脸对着这个物体 它是用后脑勺对着这个物体 那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改一下这个跟随轴 那这个跟随轴是怎么用的呢 好,我们先把这个目标空空气给删掉 我们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我们都知道在blender里面 有一个全局坐标和局部坐标的概念 对不对 我们先到这里 把这个坐标指示轴给打开 这样的话我们比较好讲一点 好,我们现在是在全局坐标系下面 所以你无论这个物体怎么旋转的话 它这个syv都是一个方向 它不会变了 你看 它都是蓝色的轴向上 就是z轴向上 我们切换到局部坐标 那这个时候你看局部坐标系的下 那你旋转这个物体的时候 它这个syv就会跟着你这个物体旋转 这个叫局部坐标 好,我们conjure z翘翘 好,你知道了局部坐标概念之后 你就知道了 这边的跟随轴是按照局部坐标来的 那跟随轴是什么东西呢 跟随轴就是你这个物体的脸长在哪个方向 记住了 跟随轴是脸的方向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猴头的脸的那个方向 这个绿色的这个箭头是正Y 那这个脸的方向可能就是-Y了 它跟这个箭头是反的 所以你的跟随轴就是-Y 所以你看你当前的这个跟随轴是-Z 正Z就是这个蓝箭头指的方向 那-Z肯定就是后脑勺了 所以刚才为什么你设了这个目标之后呢 你是后脑勺对着这个物体 好,我们再重新把这个目标添加上去 我们用这个空物体作为它的目标 你看它马上是后脑勺对物体对不对 它不仅后脑勺对物体 而且它还是倒的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把它正过来 正过来很简单 你看这边有个向上的选项 现在是正Y向上 所以你现在是倒的 你要把它改成这个蓝箭头 蓝箭头是正Z方向 选择Z 它就正过来了 虽然正过来 但它的脸没有对着咱们这个物体 所以我们还要改一下跟随轴 跟随轴刚才说了是脸的方向 现在这个猴头的脸呢 是在这个绿箭头的反方向 也就是-Y的方向 所以我们把跟随轴改成-Y 这不是对上了吗 你看 这个时候你移动这个空物体 这个后头就一直对着你看了 这个就是标准跟随的基本原理 很简单对不对 其实你就要知道一点就好了 第一个向上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就要是跟随轴 跟随轴你就记住了是脸的方向 而且是局部指标下的脸的方向 好原理我们讲完了 我们开始干活吧 好我们打开相机课的那个场景 我们尾巴动作已经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让小狐狸头 跟随着这个蝴蝶 好我们先找到蝴蝶 好蝴蝶在这里 等会我们就用这个蝴蝶作为目标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来晃动一下 这个小狐狸的头 看到没有 他的眼睛鼻子嘴巴 不跟着这个狐狸头走 这个是因为当时我做这个模型的时候 我小事 我直接把所有的模型 附为这个空物体的立方体的子级 所以他现在他的腹级 不是这个狐狸头 而是这个空物体 那有同学可能就说了 那好吧 我直接把这个眼睛鼻子重新绑定为这个狐狸头的子级 不就行了吗 那我们试试看吧 好我们shift选中眼睛鼻子 然后最后再选中这个狐狸头 然后Ctrl P 社会附近目标物体 你的眼睛鼻子飞了 好 我们Ctrl Z撤销 就是这种情况下 比较保险的做法 就是你先选中你这个眼睛和鼻子 我们shift选中这个眼睛鼻子 然后我们把它腹级先清空 Alt P 然后这个时候你选择清空腹级并保持变换 这个时候他的位置不会乱动 你看这个时候呢 你已经解除了这个腹级 这个眼睛鼻子已经出来了 它不在这个包里面了 好 我们Ctrl Z撤销 好 我们再这样Alt P 我们用选第一个清空腹级 你看 就飞了 对 它会跑到这个圆点这边 这个就是一个经验 就是你自己清空腹级之后 选择保持变换的时候 它就会保持你现在的状态 不会乱动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选中它 然后再选择这个头 Ctrl P 社会附近目标物体 它这个时候就绑立在上面了 然后这个时候你看它位置没变 然后这个时候它是绑立在 这个头的自己下面 所以你摇动这个头的位置 眼睛跟鼻子会跟着走 好 下面这个狐狸也是一样的 好 我们复制过来了 有同样的毛病 好 我们先选中眼睛鼻子 好 Alt P 清空腹级 反矫正 然后我们再Shift选中这个狐狸头 然后Ctrl P 稍微呼吸目标 物体 这两个狐狸头都已经搞定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放心的 让它做物体跟随了 做物体跟随怎么办呢 我们要给它添加一个物体约束 好 我们先切换到那个局部坐标 我们来点一下这个狐狸头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脸在哪个方向 它的脸在这个绿色键头的反方向 也就是-Y方向 所以我们给它添加一个标准跟随 然后的目标呢 我们就直接用这个蝴蝶 butterfly 对吧 你看它就对着这个蝴蝶了 然后呢 我用这个Z球往上 就是蓝色球往上 然后-Y呢 是它的脸的方向 你看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跟着这个蝴蝶走了 这个有点问题 就是我这个蝴蝶飞的这个角度 会让这个头像这样直接横着过来 等会我们会调 这是为什么当时我们做这个蝴蝶模型的时候 我让你先不要调那么精确 因为后面要调就是这个原因 好 这个蝴蝶头 而这个蝴蝶头也是一样的 我们给它添加一个标准跟随 好 向上是Z轴 然后脸的方向是-Y 然后目标呢 就是这个蝴蝶butterfly 好 你看这个时候我们播放看一下 这两个小蝴蝶的都会看着这个蝴蝶飞的方向 好 就跟着这个蝴蝶走 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蝴蝶飞的时候呢 会有这种蝴蝶头的这种死亡旋转 然后这个没有关系 我们等会会调整一下这个蝴蝶飞的这个路径就好了 就尽量不让你这个蝴蝶头呢 有这种180度的大幅旋转 没有人头长这个样子 好 好我们重新播放一下这个动画 我们看看是这个死亡旋转是在哪个区间呃完成的哈 我们调整一下它动画幅度就好了 好 你可以看到它应该是在214到280这个区间的时候 那它猛的引发这个蝴蝶头是这种180度大转弯 所以呢 我们要改一下它边这边的幅度 不要让它往后面去 好 我们快速定位到这个275帧 对 它往这个方向飞的时候 那快速定位到这275帧 我不要让它往后走 我来往前走一点 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头往后去了嘛 这个时候你再爱把它往下来一点哈 去好位置之后 然后爱重新给它标一下这个位置和旋转的关键针 这种情况下它就不会头往后走了 好这个位置呢就是251帧的样子 这个时候好像它这个头也是后脑勺对着观众也不太好 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蝴蝶往往这边拿一点哈 有时候我们手挪这个关键针会不准呢 所以你要善用这个按钮 这个是快速定位到你当前的关键针的前一个关键针啊 然后把这个蝴蝶往前走一走 对 尽量让这个蝴蝴蝴蝶的脸就是面向镜头吧 哪怕是这个侧脸好 定位之后爱 首先打一下位置跟旋转的关键针 把之前的关键针给覆盖 好大家看这个蝴蝶飞过这个蝴蝶头的时候呢 这边又有352到380针 这个中间呢又有一个像这种360度大转弯的这种动作哈 这个可能是跟这个蝴蝶飞的这个方向有点太高了哈 所以我们调一下这个382针的这个时候的蝴蝶的位置 我把这个382针的这个蝴蝶呢 往这个斜上方过去点 然后打关键针 然后你再播放看一下 你看这个时候虽然它也会跟着这个蝴蝶走 但是它不像那种 它是这样仰头的 它不像刚才那种一下子翻过来 但这个老是这个混脑巢对着这个镜头也不太行啊 我还是把这个382针的这个蝴蝶来往前挪一下哈 挪到前方啊 到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爱打一个关键针把它覆盖 好到479针的时候呢 就是下一针的时候呢 我想让这个快速定位到这一键哈 然后我们把这个蝴蝶 我把它还是往前面走吧 就是尽量让咱们的蝴蝶呢 最后一个动画结束的时候呢 它能够盯向镜头 好我们把它往下拉一点 然后爱打关键针 好播放看一下啊 到这边来 然后又飞过去 然后它又飞到这个这边上去 你看头没有转 然后飞出镜头 然后两只小狐狸慢慢的看向镜头 对吧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啊 这个大概的曲线我们已经做好了之后呢 我们来给它加一些细节 比如说我们给它增加一个呃 狐狸钉这个蘑菇 然后把这个蘑菇点亮的动画 好 这个蝴蝶落到这个蘑菇的位置 大概是在第151针 就差不多这个位置就可以了哈 我们到这里来 然后把这个蝴蝶稍微往下挪一点 让它挨一下咱们这个蘑菇 然后爱打个关键针 好我们再往前挪几针 然后把它稍微抬高一点点 爱打个关键针 好这个反复调试的过程 我就省略跳过啊 我就给大家直接展示一下 这个蝴蝶最后是怎么飞的 大家可以按照这个作为参考 去让你的蝴蝶飞起来 好 大概是这样的 我们大概是在152针的时候呢 你看我让蝴蝶飞到这个蘑菇的上方 没有挨着啊 好 到162针的时候 让这个蝴蝶跟蘑菇贴贴 然后到170针的时候呢 我让这个蝴蝶又飞起来啊 又抬高了一个距离 然后到 直接点这个吧 到170的时候 又让跟蝴蝶贴贴 然后下一针到195针的时候 我让蝴蝶再飞高了一点 这个会明显就飞高了嘛 然后呢 我们继续到123针的时候呢 就是从这儿飞到223针的时候 你看 它就飞到这个树的这个上面了 我从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蝴蝶图 大概飞到这个位置 然后这边 走几针之后 26针 我让它转了个头 好 接着往前走 走到第275针 好 这个蝴蝶就飞到了 这个石头跟这个火 这个尖细的地方 然后比这个蝴蝶稍微高一点点 然后279的时候 我让它转了个头 好 我们继续往前走 走到大概355针的样子的时候 然后飞到了这个树跟蘑菇 这个夹角的地方 就比较高了 在这个位置 好 它是从这边飞过来了 275针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 然后279转了个头 然后到355针的时候呢 它又飞到了这个地方 就是在这个夹角比较高一点 然后360针的时候 转了个头 然后382的时候呢 它飞到了这边 它其实已经飞出了咱们这个摄像机 试图 它飞到了这个地方 它比较高了 好 我们到480针的时候呢 就蝴蝶我让它一直往前飞 目的是让这两个小蝴蝶的头呢 转向摄像机啊 好 我的蝴蝶的大概的飞行路径是这样子的 因为中间是调试的过程嘛 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展示出来 大家按着这个去打关键针就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做那个蘑菇点亮的材质动画 好 我们首先选中咱们蘑菇上面的一个亮点 然后我们在这边拉出来一个小窗口 然后把这个窗口变成着色器编辑器 然后按下N把这个侧边栏隐藏掉 好 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材质的这个发光点 它的材质节点什么样子 这个我们不要的X把它删掉啊 我们看一下 它就两个节点构成了一个自发光节点 和一个输出节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用哪个参数来控制 这个蘑菇这个灯泡的亮度啊 好 我们调一下这个节点的这个自发光节点 这个强度 我们改成0看一下啊 然后改成0的时候它是完全不发光 所以黑色就肯定不行啊 我们还是改回到1啊 然后把这个颜色改成白色 你点击这个颜色 然后点一下那个回车那个backspace 它就会自动跑到中间去啊 我们现在给它一个白色的一个基础色 然后强度就暂写 设为1 然后这个时候它还不是特别亮 嗯 我感觉这个1还是有点太亮了 改到0.5吧 好 我们回到第一帧 我们点这个回到第一帧 然后给这个强度打一个关键帧 好 这个时候 为什么我在这个时间轴路里看不出来呢 你需要点击你这个材质节点的这个节点 你才能看到这个关键帧啊 否则的话 你是看不到的 这个一定要记住哈 就是很多人打材质节点 发现没有这个关键帧 你需要到这个着色器编辑器里面点中这个材质节点 你才能看到这个关键帧 那什么时候让这个蘑菇点亮呢 我们大概让这个蝴蝶 靠近 一刚贴近咱们这个蘑菇的时候让它点亮哈 那蝴蝶大概什么时候贴近咱们这个蘑菇呢 我们点一下这个蝴蝶 大概是在161帧162帧的样子 我们选择一个发光点 然后点击这个材质节点 好 我们到162帧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强度 这个发光点强度改到亮一点哈 改到14吧 打个关键帧 好 接下来时间线往前走 走到172帧的时候 就蝴蝶飞起来的时候呢 让这个蘑菇再按下去 我们到172帧 把这个强度调到1.4 打个关键帧 好 大概到177帧的时候 这个蘑菇跟蝴蝶又贴贴了 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强度改到14 打关键帧 好 播放看一下 好 蝴蝶从这儿飞进来 OK 我们这边应该是少了一张关键帧 好 因为因为小了一张关键帧的时候 你看它这个球是慢慢的亮起来的哈 我们应该在这边 呃 在这个163帧前面 就是蝴蝶接触咱们这个蘑菇的前面 把这边shift d 复制一个关键帧 拖到这边来 我一直拖到咱们这个163帧的前面的这一张 162帧 这样的话 它只有到163帧的时候才马上亮起来 之前都是灰色的 好 我们让它播放看一下 OK 它这样点两次 这个停顿的距离太短了 看着不明显 好 我把这个172帧的这一帧 我们shift d 复制一个 落到这边来 好 这边有点太近了 好 往这边拖一点 好 这样的话 从165到170 它是不亮的 OK 但是这个离得太远了 然后把这两帧往后拖 让它猛的一下子亮起来 OK 播放看一下 好 这个狐狸从这点一下 然后再点一下亮起来 OK OK 那这个狐狸的动画 我们就做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做 有一只小狐狸偷看的这个动画 就是第三只小狐狸 我们只要复制一个小狐狸就可以了 我们把这个蓝往下拉一点 然后我们选中一只小狐狸 右键选择层级 好 我们选择层级之后 我们shift d 复制一个 把它拉到这个袖的后面 好 我们先把这个第三只狐狸的 这个头部的跟随形给关掉 这有点碍事 好 我们选中第三只狐狸的头 然后我们到这个跟随这边 把这个给插掉 OK 好 这个狐狸这边有一个火焰粒子 然后把它给隐藏掉 在石头上面 它在这个火的这个文件包里面 好 接下来我们来摆一下 这个尾巴我也不需要 我们点击这个尾巴的谷格 和这个模型 x delete掉 反正在这个秀的后面也看不到 好 我们来调整一下 这第三只狐狸的位置 让它斜着 从这边 这边 这样看出来 然后突然又探出头去 这样子 做一个这样的动作 这个动画很简单 我们只要打一些关键针就好了 我们选中这个空物体 也就是这个狐狸 第三只狐狸的空物体 我们让这第三只狐狸 给在这个222帧之前 都藏在这个树的后面 不要出来 好 我们选择这个空物体 然后I 打个关键针 位置和旋转 在231帧的时候 探出头来看一点点 然后I 记录一下位置和旋转 240帧的时候 塑回去 然后I 给位置和旋转 打个关键针 好 我们再往前走一点 大概260帧左右 让这个狐狸出来 不要出来太多 然后我们再给它I 打个关键针 好 我们继续往前走 让这个狐狸保持到这个位置 一直到305帧 然后I 打关键针 就这段时间呢 它就一直探出头来看 然后呢 到336帧的时候呢 我让它 稍微旋转一下角度 让它往这斜上方看一下 然后I 打关键 好 接下来我们播放看一下 好 狐狸到这边来 小狐狸还没出来 大概222帧 狐狸出来看一下 然后回去 然后再去来看一下 好 在这边 然后慢慢的 它跟着去看到 它往这边走了 往这斜往上走了 OK 我们还是给这个狐狸的头 加个跟随吧 这样看起来更自然一点 好 我们选择这个狐狸头 然后到这个约束这边 给它添加一个 呃 约束 标准跟随 然后呢 这边还是用这个butterfly 然后这边选择 负Y 然后Z转往上 就可以了 好 不妨看一下 OK 所以蝴蝶也飞进来 然后呢 继续往前飞 往前飞 飞到这个狐狸面前 两个小狐狸冲了它看 然后回到这个呃 蘑菇的上面 然后点了下蘑菇 亮一下 然后起来再点一下 亮起来了 然后飞到这边 好 小狐狸这时候探头搜进来 这个小狐狸这个探头搜进去 这个动作太快了 好 我把它稍微调一下吧 点击这个 嗯 空物体 然后把这三针 就是这个探头搜进去这三针的 这两个距离呢 稍微拉的长一点 拉的宽一点 好 我们把它拉宽一点 然后我们再播放看一下 好 出来再进去啊 这样就没有那么快 就看起来比较自然一点了 好 这个动画呢 我们就先做到这里 有同学可能发现了 在这个狐狸飞的过程中呢 这个画面整个是比较暗的 有些光它是不显示的哈 当然你停止播放的时候呢 这些灯就亮起来 对吧 这个没有关系 你到时候渲染的时候呢 每一间呢 它都是会有这个光的 你可以渲染看一下 OK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上到这里 下节课呢 是动画片的最后一章 我们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 我们下堂课再见 CutTips 动画片以后 它就是这里